下面这一张是没有名字 它附的有一张符 这是什么符 把这张符 这个黄纸的符 稍后是否可以超度那些自杀人的亡灵 以免再伤害好人 抓提斯规的 抓提斯规确实有这个事情 那这个符稍得有没有效 我就不知道了 大概画符这是道教的 在佛教没有 可是佛教呢 我们在许多书本里面看到的 这个抓提斯规的 那么佛教给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修善既得 这些鬼也非常尊敬 有道德之人 他不敢伤害人 他抓提斯规也不是随便抓的 跟他有缘 如果没有云 他随便去抓人 那他犯法的 他有罪的 一定要等待缘分 这个人 这个人也是自杀 他正好遇到了 以他为替身 他才可以投胎 我们在辽凡私讯里面看到的印尚书 那一段故事 他遇到是吊死鬼 他能把他化解 所以佛发了是化解 真正帮助他 让他就回头 断卧修善 不找替身 他就做神去了 还是能够离开他的窝道